好,我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说 常见的一种指责是噪音可能会导致精神病 One allegation是句的主语 Often made这个黄颜色的是后制定语 过去分词来修饰这个 allegation 咱们搭配不是make allegation吗 不是做出一些这个指责吗 Allegation表示对坏事的声称或者是坏事的断言 在这发现是指责 根据上下文比较通顺 然后呢,那从句道句目当然是表语从句 主续表结构嘛 就是这个噪音会导致精神病 这个produce注意翻译不是生产制造 这是多一词导致 下面咱们就看看这个导致 produce表示to cause a particular result or effect 引起产生或导致 就会引起一个某一种结果或某一种后果 这个不再是生产出来了 比如说 A rise in sea level produced by climatic change 由气候改变所引起的海平面的上升 produced这是后制定语了 这是由什么什么引起导致的 再比如说看一个完整句子 As a policy, it did not produce the desired effect 作为一个政策它并没有产生预期中希望中的效果 这个produce还是这个引起导致 这个desired叫预期中的希望中的 这是个形容词 好,这个整个句子我们看清了 就是常见的那种指责是噪音会导致精神病 咱们one allegation often made 或者定语 然后后面加标语重句 导致用produce 类似造口句子 常见的一种指责是 转金食品能引起潜在的风险 那么前面一样吗 one allegation often made is 加标语重句 转金食品还是GM foods 那么引起还是produce 潜在的方向potential risks 就好了 咱们试试看 one allegation often made is 是什么呢 表语重句 that GM foods produce potential risks 就好了 对吧 我们再回顾一下 one allegation often made is 表语重句 那GM foods produce 这是主意志吗 前面是复述了吗 我们就不加一次了 对吧 潜在的威胁 好了 这是第一句话 下面咱们继续来看第二句 还是看屏幕 他说 a recent article in a weekly newspaper for instance was headed with a striking illustration of a lady in a state of considerable distress with a caption she was yet another victim reduced to a screaming wreck 他最近呢 在一个 这个周刊呢 就每周发行一期的报纸上呢 有这名文章 比方说吧 for instance 这是插入语了 比方说 这个文章的上面呢 就有这么一个醒目的这么一个插图 这个beheaded with表示 这个上面有 尤其的页面上方 是有这个东西 咱们一会儿会说 illustration是多一词 既可以表示插图 也会是例证或例子 在这儿明显是插图了 咱们一会儿会说这个词 这插图是什么 of开始要剧末 是后制度与修饰这个插图吗 是一个女人的一个插图 什么女人呢 后面就说 in a state of considerable distress 是处在相当痛苦的状态的一个女人 conserval 就是相当多的相当大的 distract痛苦吗 不可处名词 in a state of 表示处在什么状态之中 然后呢 后面这个带下号线的部分 是修饰前面这个 illustration 一个后制定语 这个插图有什么呢 有这么一个文字说明 caption表示插图的文字说明 是什么呢 这个加引号的部分 是引出文字说明的内容来 可以看出前面的caption的同位语论 对吧 文字说明是什么呢 他是另外一个受害者 那么陷入了一种 这样一个状态 就被变成了一个 只会尖叫的一个废人了 成天会尖叫的一个残废了 一个废人了 rag表示身体或精神 严重受伤的废人 yet another 叫另外一个 又一个 已经很多了 现在又一个 这是一些文法的分析 下面再看看更具体的一些小的细节 比如首先那个beheaded with 这个head 咱们看一看 做名词是脑袋 做动词呢 是什么意思呢 head 我们看 if a page is headed with a particular name title imit etc it has it on the top 如果这个页上面 beheaded with 上面有一个 有某个名字 什么标题 或者某幅插图 这个东西在它的页面的顶端 页面顶端 有这个东西叫beheaded with 我只用beheaded都可以 我们看例子 the page was headed expenses 这一页上面标明是开销 花费 花的钱 再比如说 the information sheet was headed medical insurance 这个信息页上面呢 标题是什么 在上面的内容是医疗保险 在最上面页面顶端 这个内容是这个 还有后面这个striking striking就是醒目的 引人注意的 就是unusual or interesting enough to be easily noticed 就与众不同 或者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使人们很容易注意到 所以醒目的 引人注意的 依然就能看到的 醒目的 就很抓人注意力的 这么一个东西 你比如说 she bear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her older sister 这个女孩跟她的姐姐 特别特别相似 那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看这两个字怎么这么像呢 引人注目的相似 bear a resemblance to 本身就固定搭配 跟什么像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就引人注目的相 一眼就能看到 怎么这么像呢 非常抓人注意力的 这么一个本文中 形容这幅插图 但这插图得看一看 illustration有两个意思 本文中是第一个意思 a picture in a book article etc especially one that helps you to understand it 就是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图片 尤其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帮助你理解它的 所以书或文章中的插图 叫illustration 有这么一个含义 本文中正是这个意思 表示插图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a children's book with beautiful illustrations 一本儿童书 里面非常美丽的插图的一本 儿童书籍 里面有很多美丽的插图 但是我们写作文是 表示第二个含义呢 也非常常见 就是例子 用它来可以替换 example或instance这样的字 表示这个意思呢 这搭配就特别重要了 it is 表示什么呢 a story an event or an example that clearly shows the truth about something 就是一个故事啊 一个事件啊 或者一个例子啊 能够清晰地表明某个事实 所以呢 只是例证 或者例子 举的例子 这个经常在固定搭配 咱们一会儿 这黄颜色的剧情 希望它再背下来 写作中五星期的剧情 比如说 the statistics are a clear illustration of the point I'm trying to make 这些统计数字啊 对我的观点来说 是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例子 非常明确的一个例子 能够说明我的观点 某个东西 能够说明某人 正在要表明的观点 这个搭配叫 be a clear illustration of the point I'm trying to make 这在写作中 拿过来就可以用 这个东西 可以当作 我正在说明的 这观点的一个佐证 一个例子 可以这么说 好 同样看这个搭配 one apt illustration of this point involv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Japan 日本的飞速发展 可以当作这个观点 一个恰当的例子 咱们倒过来翻译了 那字面意思 一个这个观点的 恰当例子 包含这么一个事 我们倒过来说 这个事 是什么什么 观点的一个恰当例子 注意这个搭配备 以来叫one apt 这个apt 叫适当的合适的 经常可以修饰这个例证 illustration 这个观点的恰当例证 它包含这个事 就这个事 是这个观点恰当例证 还有一个搭配 就作为例子 举例的是 经常说 by way of illustration 经常用插入语 Let me by way of illustration quote from one of her poems 让我来引述 他的说是当作例子 当作例子 by way of illustration 在这些固定搭配里面 不是插图 而是例子 大家看到 比如例证或例子 这个意思特别重要 这些搭配希望大家背下来 怎么背呢 不要光看 视力的记忆力是最短暂的 怎么办呢 大声说出来 同时用笔再扫过去写 那我运动神经记忆很持久 声带震动起来 耳朵鼓膜在震动的听 然后同时用手在写 好记忆性为什么不容烂笔头呢 因为本身咱们大脑的本能 就是视觉记忆短暂 但是运动神经记忆比较快速 看一眼之后两天就忘了 但是我学会骑自动车了 我十年不骑车 骗腿上去马上就能骑 所以运动神经记忆快 大声读 同时动笔写下来 背下来就好了 那么这是表示插图 本文中是插图了 本文中是什么呢 一个醒目插图 一个女人 in a state of 处在什么什么的状态 in a state of 处于什么什么的状态 固定搭配 这个state就是状态的意思 比方说 he was in a state of permanent depression 他处于长期抑郁的这么一个状态 permanent就是永久的或长期的 depression就是抑郁 就是抑郁症 那个抑郁了 这么一个状态 还有我们在三册的第六十课 也见过这个处在什么状态 叫做without it nothing could ever be brought to a conclusion everything would be in a state of chaos without it如果没有它 这个it表示punctuality 守时或准时 如果没有守时或准时的话 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圆满结束 每一件事情都会处于大规模混乱的状态 in a state of chaos 处于混乱状态 处于什么什么状态 后面这个considerable是相当多的相当大的 多次见过 distress就是痛苦 处于相当痛苦的状态 然后呢 后面还有这个文字说明 with a caption caption就文字说明 尤其是插图的 这个插图的文字说明 什么意思呢 words printed above or below a picture in a book or newspaper or on the television screen to explain what the picture is showing 就是这些文字 在印刷在一个图片的上方或者下方 在一本书的这个里面或报纸的里面 到一本书或报纸的图片的上方或下方印刷的文字 或者在电视屏幕上显入这文字 能够帮他们解释这个图片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插图的文字说明 咱们再读一遍 caption caption 文字说明 不要跟他captain 尚未船长高昏了 那后面是tain c-a-p-t-a-i-n 这是caption 文字说明 这个词啊 我们在考研的大作文中用得多 因为考研大作文连续多年呢 都是这个看图写作 这个图片下面 我们有文字说明 经常用caption这个词 比如咱们看看 一道考研作文真题 这当然一道真题 大家可能考过研究生的同学 可能还记得 这个两个堵腿的人 这腿的残肢绑在一块 然后呢 抱在一块大踏步往前走 后面呢 他们主的四个拐架在一块 架成个基子塔的形状 下面有文字说明 大家可能看不清我说一说 你一条腿 我一条腿 你我一起走南闯北 他要求你把这幅图片描述一下 这确实有定的挑战 咱们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写的范文 这个开头段的范文是怎么写的 as vividly depicted in the cartoon two single-legged men with their leg stumps bound together and arms tightly holding each other's shoulders stried ahead brixly like normal people 就描述这两个人了 你看 巨石结构比较复杂 咱们写作成个卖动的过程嘛 正如在这个图片中被清晰的描绘刻画出来的 这个as引导的是非现代系统语从具 它后面的弊动词被省掉了 可以看到as is vividly depicted as is 那个弊动词的渠道 depict就描绘刻画 cartoon就是那些卡通画了 那么两个single-legged 独腿的人 他们大腿的这个残端stump 就是残肢了 像胳膊腿舌了一截 剩一截了 就stumps bound together 绑到了一块 这with加上这个逻辑主语 加过去分词短语 这bound来自bind bind不绑吗 被绑到一块 标准的独立主角结构 对吧 就是他们的腿的残肢被绑到一块 and arms 他们的胳膊呢 tightly紧紧的抱住 另外一个人的肩膀 你看这个逻辑主语是arms holding 这主动了eachers shoulders 依然是跟with放在一块 搭配的独立主角结构 腿的残端绑到一块 胳膊紧紧地抱住 另外一个肩膀 然后呢 stride大踏步前进 这个ahead往前嘛 bristly 就精神抖擞的 精神抖擞在前进 like normal people 像正常人一样 不像残疾 像正常人一样 然后后面呢 there are four crutches are left behind each of them supported by the other three into the shape of a pyramid symbolizing their owner's corporation 描述后面的拐杖 用的词也很 就句是比较复杂 他们的四个crutches 就拐杖了 而left behind 被留在了身后 每一个拐杖 都被另外的三个 所支撑 而形成了金字塔的形状 each of them 是逻辑主语 supported by 什么什么 到这个 到这个斗号结束 又是非为动词 还是独立主角结构 只不过这个独立主角结构 省掉了这个with 没有with也行 在每一个拐杖 都被另外三只拐杖 所支撑 形成了一个 这个金字塔的形状 symbolizing 非为动词 就表现出 这个意思 表现了他们的主人的团结 四个拐杖 在一块 下面重要关键出来 插头文字 the caption below says 这个下面图片下面 那个插头文字说 这个says表示 内容是什么 这个三册咱们讲过 这个says 并不是说话 就是内容是 是什么呢 you have one leg left and so do I support each other and we stride 你有一只腿剩下 我也是一只腿剩下 我们彼此间互相的支持 我们可以大踏步前进 你一条腿 我一条腿 咱们是什么 什么走南闯北 它原来是押韵的 翻译成用语 也押韵 这个很了不起的 you have one leg left and so do I support each other and we stride 也是押韵的 这里面出现caption 表示插头的文字说明 叫caption 可以把它记住 这个在考研中用得多 那么本文中是 在看插头说明是什么 she was yet another victim 它是另外一个受害者 这个yet another 是表示又一个 再一个固定搭配 三册讲过 这个yet 有的时候可以换成still 它经常用在another 或者one more之前 表示又一个 再一个 表示已经有很多了 又一个 再一个 加强语气的这个词 yet another yet one more still another still one more 是这么来用的 咱们来看一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yet one more question 我再提一个问题 说明已经有很多了 再提一个问题 再比如说 still another example 我再举个例子 已经有很多了 再举个例子 对吧 我们再复习 在新看见三册第五课 三册第五课 the facts 事实数据 他就是编辑了 给这个记者又发了一封传真 通知他说 如果你要不马上回信的话 我就把你辞了 又一个传真 说明就很多了 还有呢 我们看在三册的 三人三客 难忘的一天 这导致另外一次 气氛的争执 又一个 很多人在打架 就又一次 说明有很多了 再比如说 我们四册的四十七课 二十 二百七十四页 第十六行 二百七十四页的 第十六行 四册的四十七课 to such motives yet another must be added 就是我们还可以再 还有更多的这么一个动机 就除了刚才那个动机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呢 这其实改变语序了 正常语序是 yet another must be added to such motives to such motives 一个放的 added to be added to 有没有被夹到里面吗 还有另外一个动机 可以被夹到里面 就除了刚才说的动机之外 还有一个动机 说明以前有很多了 又来一个 yet another still another yet one more still one more 都可以 就这么固定搭配 好 回到居中 它是另外一个牺牲品受害者 reduced to a screaming wreck reduced to 到居末 是个非味动词 可以看到原因壮语了 为什么是另外一个受害者呢 因为它被变成了一个 坚生叫的一个废人 一个残废 这个reduced 过去分词 过去分词到居末 可以看到原因壮语 因此它是个废人 这个来自固定搭配 reduced 后面加人或事物 再加借次to 使某人某物变成 或陷入某个更倒霉的情况 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to force somebody or something into a particular state or condition 使某人某物 进入某一个状态 或某一个情况 通常是更糟的一个情况 注意这个to是借次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beautiful building 后置定语 reduced to rubble 一个美丽的建筑 现在变成了一堆瓦 瓦力 reduced to rubble rubble 表示碎砖头碎瓦块 不可属名词 reduced to 是过去分词短语 后置定语 这是个名词短语 对吧 如果是完整的句子呢 the beautiful building was reduced to rubble 那个必动词没了 这是后置定语吗 可以这么来说 就是陷入某个状态 再比如说 they were reduced to begging in the streets 他们现在变成了 严结乞讨的乞丐了 就陷入这么一个状态 严结要饭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be reduced to 陷入倒霉状态 redu本来降低减少吧 肯定更差的状态 对吧 再比如说我们的三册 第三人三课难忘的一天里面 也出现了 他说 as if this were not enough to reduce you to tears your husband arrives enfectly bringing three guests to dinner 好像这一切四坏 不足以使你伤心落泪 使某人陷入痛哭流涕的状态 就reduced somebody to tears 固定搭配 这时候你老公来了 除非道之外 带了三个个人来吃饭 这回应该痛哭流涕了 reduced 这是主动结构 这个也行 本文说reduced to a screaming wreck screaming 尖声叫的 wreck 多意思 这句子中文很多 另一意思表示 严重损毁的交通工具 或者残骸 尤其表示出事 出事故之后 撞毁的 烧毁的 a vehicle a ship that has been destroyed or badly damaged 已经被摧毁 或严重损坏的交通工具 或者一艘船 所以叫残骸 这是它本来的含义 在这儿是指人了 我们先看到的本意 比方说 the collision reduced the car to a useless wreck 这次撞击 使得这个车 变成了一个 完全没用的 一个残骸了 这个reduced 还是刚才搭配 跟to搭配吧 使变成什么什么一个状态 这个是这个车 彻底创回了 这车回了 没法用了 再比如说 看这句话 这是咱们三册的 第三十二科一艘沉船中的句子 The captain of the elk order his men to salvage as much as possible from the wreck 这指那个船的残骸了 Elker 和船长命令他的兵 那么在这个船的残骸上 打就上来 打捞上来 越尽可能剁的这个东西 wreck 这里表示那个shipwreck 那个船的残骸 但是本文中 这就指废人 Mental Condition 处在非常糟糕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的这种人 就是身体和精神严重受损的人 或者直接发现这是废人 这人几乎没用了 一个废人 我们看例子 精神或肉体都行 比如说 Physically I was a total wreck 从身体上来说 我完全是个废人 身体残疾了 干不到活了 是个废人 再比如说 The experience later and emotional wreck 这次经历 可能非常震撼 惨突的经历 就使这个女人 就成为一个 在感情上的一个废人了 为什么 这个人精神病了 麻木不仁了 对任何东西 表情没反应了 变成了感情上的废人了 Left 就leave 使某人遗留在什么状态 这跟刚才那个 reduce 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干脆去看个reduce The interview reduced him to a nervous wreck 这次面试 使这个人陷入了 一个什么状态 就变成了一个 紧张兮兮的一个废人了 碰见什么都就是 这个人已经废了 脑子出毛病了 紧张兮兮的一个废人 这个叫reduce 我们看到本文中 每个地方用的都非常精大 整个句子翻译好 是什么意思 最近在一个周刊上 一个文章 比如说 它在上面就有一个 醒目的一个插图 就是一个处在 非常痛苦状态的一个女人 然后下面有文字说明 她是另外一个受害者 就变成了一个 只会尖叫的废人了 看下面第三句 第三句话说 On turning eagerly to the text 前面那个on turning eagerly to the text 这明显是一个时间状语了 on加名词和动名词 怎么讲过 可以表示 刚意怎么样就如何 意怎么怎么样如何 在什么时候马上就如何了 就这么一个 我们把它以极极可可的翻到文字 上面不是插图吗 翻到文字来看文字了 怎么样 on 人们 learn 是获悉了解了 我们家并语丛句 net开始到句末 这个了解什么呢 这个女人呢 她是一个打字员 然后从who开始到句末 是牵涛在并语丛句内部的定语丛句 这个who开始协定字 她发现或觉得都行 这个find可以被人发现 或者把它认为感觉感受到都行 她觉得这个办公室里打字机的这个声音 让她越来越忧虑 那么until到句末 是牵涛在定语丛句内部 一个时间状语丛句 直到怎么样呢 直到最后 她必须得进精神病院了 这人已经疯了 已经疯了 这是描述的这个文章内容 大概是什么 里面的小细节 咱们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 on 多次说过 on 可以换成upon 什么意思呢 在正式的书面中表示 as soon as somebody has done something or as soon as something has happened 某人刚一做某事 或某个事刚一发生 就怎么怎么样 当什么时 一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样 刚一完成某事 或刚一发生就怎么样 刚一怎么样 马上就如何 来看一下例子 all patients are examined on admission to the hospital 刚一入院 所有病人都受到了检查 就查身体呗 就刚一 admission接收入院了 接收的进来了 刚一怎么样就如何 再比方说 couples are presented with a bottle of wine upon their arrival at the hotel 这些夫妇们 一对一对的 在刚一到达宾馆的时候 就被给予了 每一对都被给予了 一瓶红酒 一瓶酒 你看这一到那 就给他一瓶酒 刚一怎么样就如何 再比如说 what was your reaction on seeing him 这on 后面加动名词也一样 你刚一看到它的时候 反应是什么 on or upon 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一翻到这个文字 我们立刻看到这个内容 是这个 但回顾一下 in也是表示时间状语 in表示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中 在什么什么期间 这个在16课刚讲过 就是while doing something or while something is happening and as a result of this 当在做某事的时候 当某事正在发生的时候 并且作为这个结果 发生了什么什么事 在什么什么期间 某事发生了 这个时候用这词in 它表示在什么过程中 在什么期间 另外一个事发生了 比如说我们看 三册的27课 in seeking independence they do not sacrifice the human dignity 还记得吗 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 他们流浪汉 并没有牺牲自己作为人的尊严 在什么过程中 那么复习四册的第16课 92页课文第一句话 92页第一句话 他说 in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life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y up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mental state of the workers has been completely neglected 还记得吗 在组织工业生活的过程中 这个工厂对于工人身心建设的影响 完全被忽略了 在组织工业生活的过程中 本文中的on是表示刚义怎么样 刚义极极可可的一个人极极可 翻到这个文字 我们立刻就能看到 learn是获悉了解 那是什么呢 这个女人是个打字员 并且觉得这个打字员的声音 worried her more and more 这个worried大家一般还写不出来 很多时候这么写 made her worried more and more 使她忧虑 但这么写不好 为什么 有始移动词咱们一般就不用make了 大家都喜欢用什么make呀 什么let呀 为什么 因为中文中没有始移动词 中文中都说始怎么怎么样 老外的始不用出来能憋着 为什么呢 他有始移动词 你看这句话 就是个憋小的句子 I didn't tell mom and dad I didn't want to make them worried 中国同学会这么说 我没有把这事告诉爸爸妈妈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让他们担心 make them worried 但我们现在怎么说好呢 I didn't tell mom and dad I didn't want to worry them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worried就要另某人担心 使某人担心 本身是始移动词 所以本人说worried her就好了 不用说made her worried 啰嗦了 再比如说 Peter made me deeply disappointed 很多朋友这么说 说彼得呀 让我深深的失望 使我深深的失望 使家和make 但是我们知道disappoint 本身是始移动词 使某人失望该怎么说 Peter deeply disappointed pointed me 这马上的脚枪换爆了 更正式 好 再比如说 they made me confused by asking so many questions 他们通过问这么多问题 使我很迷惑 使我很迷惑 made me confused 不用这么说 they confused me by asking so many questions 这个养着好习惯 这也是中英文的不同 越是这个地方 越容易造成大家失望 因为这个中文中 没有始移动词 好 那么直到最终 他不得不进精神病院 mental hospital 固定搭配精神病院 有的时候 也能写成 psychiatric hospital 意思一样 mental hospital psychiatric hospital 精神病院 最后这人疯了 进了精神病院了 好 先看一下第四句话 坐着很谨慎 坐着是不是 这个噪音导致的呢 得分析 坐着很谨慎 看第四句 他说 Now the snack in this sort of anecdote is of course that one cannot distinguish cause and effect 他现在呀 这个问题 这个麻烦呢 the snack表示 小问题 小麻烦 小困难 咱一会儿会讲这个词 然后in this sort of anecdote 后知女修饰这个snack 就是在这种事儿中的 这个小麻烦呢 anig度表示奇闻异事了 这个人因为噪音疯了 这是个有趣的一个事儿 意识就anecdote 咱们一会儿一会儿讲这个词 是of course 是当然 当然是什么呢 大家到巨末 就跟ifs搭配 表语从巨末 是one 就人们了 one是泛指 我们说过这个发言成人们 但是未动词用单数 但是我们就泛指是人们 人们无法分辨因果 哪个是原因 哪个是结果呢 这无法分辨因果 distinguish 分辨出cause and effect 固定搭配 就因果 不要用reason and result 用cause and effect 因果固定搭配 背下来就好了 看一些小的细节 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snag 什么叫snag呢 a problem or difficulty especially one that is small hidden or unexpected 这个解释特别清楚 一个小问题 或者一个麻烦事 尤其是这么一个很小的 或者隐藏的 没有被看到的 或者出汇料之外的 小问题 小困难 小障碍 叫做snag 是这么一个 比如说 there is just one small snag where is the money coming from 现在只有一个小问题 或小麻烦 我搞不清楚 什么呢 这钱到底从哪来的 snag 小的问题 困难 麻烦 障碍 叫snag 半分钟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固定搭配 经常跟run into 就遇到麻烦事 遇到小困难 let me know if you run into any snacks 如果你碰到任何的麻烦 直接跟我说 让我知道就行了 run into 表示遇到遭遇困难 小麻烦 可以这么说 还有后面那个 anecdote 叫意识 我们再读两遍 anecdote anecdote 什么意思呢 就是short interesting or amusing story about the real person or event 有关一个真人真事的 一个短小的 有趣的 或者令人觉得很好笑的 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说的奇闻意识 就有关真人真事的 这么一个 很短小的 有趣的 或者是令人觉得很好笑的 这么一个小故事 就意识 你比如说 amusing anecdotes about his brief career as an actor 有关于他短暂的 演员生涯中的一些 令人觉得很好玩的 一些意识 这些小故事 小插曲 小花絮 比较好玩的 叫anecdote 本文中呢 这个人 他变成精神病了 也是比较有趣的 这么一个事 就是这种类型的 这个意识中的一个 小麻烦是什么呢 人们无法分辨因果 分辨 咱们第二课讲过 这三个动词通用 都可以当极物动词来用 都是抵开头的 咱们读一遍吧 distinguish 注意再次强调 不要读distinguish 要说话 distinguish distinguish 再看后面 differentiate differentiate 再看第三个 discriminate discriminate 就是分辨的意思 下面英国固定搭配背下来 叫cause and effect 英国固定用法 背下来就好了 比如说 in mental illness there i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在精神病的状态 那么因果之间的关系呢 咱们有一个复杂的关系 这人脑子有病了 他分不清哪个是因 哪个是果了 所以这关系就比较很复杂了 cause and effect 叫因果 那么经常这个词 也可以用两个连字符 hyphen连到一块 叫因果的 这个搭配顺便可以背下来 因果关系 叫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cause hyphen连字符 and hyphen effect 两个连字符病在一块 变成一个形式 因果的因果关系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就好了 所以作者说了 这种有趣的事啊 它的一个麻烦就在于 你不好分辨因果 你不知道哪个是因 哪个是果 那怎么是不好分辨因果呢 作者下面进一步来说明 怎么就无法分辨因果呢 他和我们解释了 他说 what's the noise of a cause of the illness or were the complaints about noise merely a symptom 这是一个or 这是一个连词来引导 两个病类的疑问句 都是这个一般疑问句 他说 这个噪音 究竟是这个噪音 是这个疾病的这个原因 a cause 和我们固定答案 叫of 还是对这种噪音的抱怨 仅仅是精神病的一个症状呢 哪个是因 哪个是果呢 不知道 是这噪音引起这个人多精神病了 还说这个 因为他有精神病 所以他抱怨噪音呢 他不知道因果 这个说得很好 这问题问得好 这个cause 要注意 什么什么的原因 和我们加解释 of 为什么说这个呢 因为你换成reason 解释就不一样了 英语是解释的语言 太活了 这个建一个记一个 比如说我们看看例子 这在我们新概念第三册46和建过 but I was extremely pleased with myself I had traced the cause of the trouble 我对自己非常满意 为什么呢 我找到了这个麻烦的原因了 the cause of the trouble 注意这词of 但是一旦换成reason 立刻变化 reason for something reason behind something 什么什么的原因 这切词就变了 这个写作中你看 处处是陷阱啊 英语写作使人精确 真的是使人精确 咱们先看 咱们讲过的第五课 29页的课文第15 29页课文第15 As a mere age wereason for respect 好像仅仅年纪大 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理由似的 reason for respect 那大家behind也行 再看一个例子 Explained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ecision 他解释了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 the reason behind也行 跟他类似的是 motive 动机 后面也是跟for 或者behind 这是咱们18课 海豚那时候讲过的知识 motive for 动机不也是原因吗 为什么做这事 它有这个动机呀 所以它跟reason大配一样 但是跟cause 跟它不一样 这是出现在第四册里面 我们未来的这个这个这个 第47课 274页课文第一行 274页课文第一行 就是47课开头 Economy is one powerful motive for camping 省钱是我们露营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动机 motive for camping 做某种的动机 叫for 用behind的也行 the motives behind the decision remain obscure 这个决定背后的这个动机 现在依然不明朗 obscure叫模糊不明的 三册36颗百万分之几的可能性 咱们也讲过 这个词 好 再回头去中 那么是这个噪音 它是这个精神病的原因 还是说这个对噪音的抱怨 仅仅是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呢 merely a symptom 仅仅是什么 这merely a 咱们三册也讲过 可以把它换成a mere 加名词 一样 只不过merely是副词 而merely是形容词 所以merely直接放名词前了 位置变了 都是仅仅是一个什么什么 这个本文中可以这么提换 本文中 word complaints about noise merely a symptom 或者把它变成 word complaints about noise a mere symptom 一样的 merely a 可以换成a mere 都对 都好 都可以 这个a merely的例子 咱们也看几个 比如三册的第三十九课 三册的第三十九课 有这么句话 glancing at his map he informed us that the next village was a mere twenty miles away 扫链地图 他告诉我们说 下一个村子 离着仅仅有二十英里 这么远 a mere twenty miles away 相当于merely twenty miles away 这么来说 效果一样 但是这个merely 就不能说a了 因为后面是twenty miles 但是a mere 就可用 再比如说 but这个出自第四册 我们四册的268页 第八行到第九行 268页 第八行到第九行 我们四十六课 页月号 这个书 but this is not a business that can be undertaken in a day were swiftly improvised by a mere command of the will 但是这 就是培养爱好这个事 并不是一件 在一天之内 就会完成的事情 也不是 仅仅凭意志里的命令 就会很快 临时制造出来的 这么一个事 这并非一日之共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by a mere command of the will 这command后面单数 就可以换成merely a 一样 by merely a command of the will a mere 在这 跟merely a 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后面是负数 a mere 就换成merely就好了 因为merely 后面没法再加a了 它是传奇 但amere就可以 好 这个作者问了这么一句话 后面他是进一步解释 说为什么 因为精神病 有时候他会瞎抱怨 会乱说的 咱们看第二段最后一句 看看作者怎么说 他说的很有道理 他说 another patient might equally well complain in that her neighbors were combining to slander her and persecute her and yet one might be cautious about believing this statement 当然这个句子是 and引导两个病人句 对吧 中间and的连接 第一句话的主句是 另外一个病人 就精神病人 他可能同样的会抱怨 mide是跟well固定搭配 可能会怎么 对吧 可能同样会抱怨 这大从句到her这结束 当然是病于从句 报道什么呢 他的邻居们在联合起来 来这个诽谤他 或者迫害他 然而and也是变得去 然而呢 我们这个人们可能 对信相信这个说法 会非常谨慎 这个人精神病啊 但邻居可能是好人的 所以就不轻易相信了 这个yet表示然而 既是负词 又是廉词 在这是什么词 负词 他前面有and了 在这做负词 be cautious about 对什么什么谨慎 这固定搭配 如果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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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词呢 就是caution c-a-u-t-i-o-n be cautious about 对什么谨慎 believing 做这次about的病 好 再看看例子 看一些 这个小的词 第一个就看 mide will 这是固定搭配 这得背下来 有的时候也能换成 may well mide well could well 这是固定搭配 什么意思呢 used 被用来 to say that something is likely to happen or is likely to be true 这个东西 用来说明 某个事情 有可能会发生 或有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成真 表示推测 可能会发生 或可能是真的 这个意思 这个同样的 咱们通过一些例子 来体会一下 比如说 what you say may well be true 你说的 可能是真的 我同意 确实有可能是真的 may well 这个搭配 再比如说 you could try the drugstore but it might well be close by now 一个试试的杂货店 到那去看看吧 能不能买到 但是 我估计现在可能啊 都关门了 mide well 表示推测 有可能怎么怎么样 drugstore 不一定是药店 在美国可以表示 也卖药 也卖杂货 咱们春天卖粮粉 夏天卖泄水 秋天卖花生 冬天卖花籽 小杂货铺 drugstore 也行 这是表示推测 可能怎么样 那么 另外一个病人 精神病人 那同样可能啊 会抱怨他的邻居 在联合起来 在这个诽谤他 破坏他 诽谤和破坏 生死中讲了 咱们看看这个 合作到一块做模式 combine combine本来是 把两个事结合到一块 combine A with B A B结合到一块了 在这如果加 to do呢 是共同作用 达到什么后果 它相当于 to act together 一起合作 或者共同作用 达到什么后果 后面经常可以加 to do combine to do something 咱们同样看一些 例子 很多因素 配合到一块 共同导致了 这次衰退 经济上的衰退 就是共同作用 达到什么结果 咱们说 circumptances have combined to ruin our plans for a holiday 我周遭的情况呢 机缘巧合 凑的一块 共同作用 来毁掉了 我们对于 这个假期的计划 本来呢 我们想开车去度假 结果车也快了 那天还下暴雨 你看 机缘巧合 凑的一块 毁掉了 我们假期计划 看到这个搭配 学过三册同学 可能立刻回起来了 三册第36课 讲过一个 跟它一模一样的搭配 conspire to do something 合谋作模式 这是本意 但是如果主意是事物呢 共同作用 act together 造成什么后果 conspire本来是合谋的意思 比方说 本文中用conspire 就是完全正确 它邻居在合谋 完全正确 你比如说 all six men admitted conspiring to steal cars 所有这六个人都承认 合谋去偷车 admit doing something 咱们三次会讲过这个搭配 对吧 好 那么事物做主意 就共同作用了 falling demand and high interest rates have conspired to produce a big drop in profits 那么需求的下降 还有高利率 共同作用 导致了什么呢 我们利润的大幅下降 这个produce 咱们刚刚讲过 可以被产生导致什么后果 conspire to do 跟combine to do 可以替换 我们再看一看 咱们三十六个的句子 新端节三册的三十六个 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yet in real life circumidences do sometimes conspire to bring about coincidences which anyone by the 19th century novelist would find incredible 然而在现实中 周围的情况 的的确认 有时候会凑在一块 共同作用 导致巧合 而这个巧合 除了19世纪小时之外 任何人都会觉得难以置信 conspire to do 叫机缘巧合 导致什么结果 共同作用 构成什么后果 好 再看后面的评论句 and yet one might be cautious but believing in this statement 这个yet 它是转折 然而 要是转折这个含义 我们说做借词 这个这个这个 做连词 做负词都算对 本文中明显是负词 因为and已经是连词了 咱们看看下面几个例子 哪个是连词 哪个是负词 Kelly was a convicted criminal he had many people unmined him Kelly这个人 是一个已经被定罪的 一个罪犯 但是很多人呢 就很钻 钻佩他 赞上的 这个yet在这是什么词 连词吗 连接两个句子吗 这个yet如果是副词 句子就错了 对吧 convicted就被定罪的 被宣判的 整个罪犯 大家看看这句话 it is strange and yet it is true 这个奇怪 但可能却是真的 and yet跟本文中一样 yet是什么词 负词的 因为它两个连词不可能 它也是让人的意思 是做负词 再看这句话 I agree with you but yet I cannot consent 我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我不能答应这个事 你的观点我同意 但是我不能 这个这个 去答应这个事 but yet 这but是连词 也是负词 对吧 不能俩连词吗 但跟这句话 lo he is poor yet he is satisfied with his situation 尽管他很穷 但是呢 他对他的处境很满意 就是他很容易自我满足 尽管他很穷 但是呢 这个很知足 这个人 这是什么词 这一定是负词了 为什么呢 如果他是廉词 夜作廉词是并列廉词 前面是从属廉词 后面是并列廉词 是主从巨还是并列巨吗 对不对 这就错了 但是在这儿是负词 没问题 你看我们很多众生老师说 前面用虽然 后面不能用但是 这是胡说八道 这里虽然和但是都有了 前面用廉词虽然 后面不能再用廉词但是了 前面用no 后面用but 也一定错了 因为but一定是廉词 但yet可以做负词 对不对 这就正确了 因为如果用but的话 前面是从属廉词 说明前面是从巨 后面用主巨了 而but是并列廉词 前面两个巨的并列关系 你到底主从巨并列巨呢 就错了 但yet却正确 为什么 yet可以做负词 是说的 虽然不能再用但是 这讲错了 廉词虽然不能再用廉词但是 廉词虽然 却可以跟负词但是 这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个yet 好 在后面再说 这个cautious 就是谨慎的 这个cautious 我们表示谨慎的 咱们以前说 可以做定语 你看我们 比如说在第八课 曾经讲过的 cautious optimism 还记得吗 谨慎的乐观 我们在当时讲过 但是本文中用的是表语 be cautious about something 或者be cautious about doing something 对某个事很谨慎 或者做某事很谨慎 本文中对相信这种说法 人们会很谨慎 因为这人有病 是精神病 再比如说 Keller is cautious about making prediction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 Keller这个人对于这个程序或者这个项目都有可能了 或者这个规划 他的成功做预测非常谨慎 我不敢轻易做出预测 Program可以表示一个规划 一个项目 甚至表示计算机程序都有可能 咱们没有上线不知道 对于这个做预测 他非常谨慎 不会轻易做预测 这是第二段 作者举了个例子 说这个人就是因为噪音而得病了 但是我们必须谨慎 这个人究竟是因为噪音导致得病 还是因为他精神病而乱抱怨 咱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作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对于这个噪音的危害 是相当相当谨慎的 这不能乱讲 必须拿出evidence证据来 好 第二段 邓老师就看到这